一种神秘的病毒在列车上迅速散播 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 准备将火车引向一座年久失丘的大桥 一千多名乘客的生命危在旦夕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灾难片卡桑德拉大桥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三名恐怖分子伪装成医生和病人 冲进了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部 准备把这双大佬给炸掉 警卫们一看那能干吗 双方叮令咣当就开了墙 其中一恐怖分子当场就被击毙了 另外两个手忙脚乱的开始安装炸弹 哎呀要说这恐怖分子也太不专业了 不说在家提前把炸弹结好 这会儿跟那瞎忙活上了 很快大批的警卫纹巡而来了 两名恐怖分子慌不择路 直接冲进了病毒实验室 双方在混战的过程中 装有废鼠疫病毒的瓶子被打破了 两名恐怖分子一个重伤一个跑了 负责处理此次世界的美国陆军情报部的上校 很快便来到了现场 此时那位重伤的恐怖分子已经病入膏肓 眼瞅着要喝蒙婆汤了 另外那位逃跑的恐怖分子很快就来到了车站 然后顺利的登上了日内瓦道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 主治医生金发姐对美国存放在国际卫生组织的 费鼠疫病菌产生质疑 因为美国的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联合国的规定 在出事之前呢 我们先把几位比较重要的乘客介绍一下 首先是小伤范张大爷 然后是军火上的老婆狗和他包养的小白脸 还有伪装成神父的国际刑警新普森 以及神经外科医生张伯伦和他的前妻小说家罗大姐 携带废鼠疫的恐怖分子登上火车之后 藏在了行李箱里 很快就把病菌传染给了军火商老婆的那条宠物狗 那名身负重伤的恐怖分子很快就挂掉了 上校从恐怖分子的兜里发现了两张火车票 正是从日内往前往斯德哥尔摩的那堂列车 小说家罗大姐和医生张伯伦是一对欢喜原家 两人先后两次离婚又复婚 第三次离婚之后张伯伦再也没有复婚的打算了 但罗大姐却旧情难忘 在前妇的包厢里逆一歪歪就是不肯走 医生金发姐建议把火车停下 然后把恐怖分子带下车进行隔离 但上校认为恐怖分子肯定已经把病毒传染给了别的乘客 正如上校判断的那样 恐怖分子果然开始在车厢里瞎溜的 他身上携带的病菌迅速传染给了一些吃瓜的乘客 不过有些人似乎天生对这种病菌免疫 比如大名鼎鼎的辛普森 不甘寂寞的军火商老婆的呢 当恐怖分子流窜到厨房之后 病菌的散播速度更快 根据目前严峻的形势 上校决定让火车直接开往波兰的隔离区 为了防止病菌扩散 中途不得停车 火车上有传染病这件事 沿途的各个国家很快就知道了 一个个严阵以待都不允许火车在他们国家停留 小说家罗大姐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上校的电话也打到了火车上 点名让医生张布伦接电话 上校把情况一说 一帮人开始在火车上找那个恐怖分子 最终在行李车厢把恐怖分子给找着了 随后一帮人把那条被传染的狗 放在直升机上带走了 本来想把恐怖分子也给弄走 但由于操作上的事物最终没能得逞 经医生金哈姐的介绍 张布伦医生等人得知 这种病菌可以通过空气传染 目前还没有抗血清 传染率在60%左右 上校希望张布伦医生能够在火车上想想办法 列车在到达纽伦堡之后将会被密封起来 他随后也会派一支医疗队前去支援 为了消除火车上乘客们的疑虑 上校谎称有恐怖分子要搞袭击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 火车将改变行车路线 并且沿途不再停车了 乘客们一听当时就炸了过了 当听说火车将要开往波兰 把小伤范张德也吓了一跳 因为他就是从波兰逃出来的 当年他的老婆孩子都死在了那里的集中营 很快车上的一些乘客开始犯病了 老婆那条宠物狗很快被送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不过这条狗的求生欲特别强 一直在同病摩托斗争 由于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 医生张慕伦能做的也只是提醒和安慰 没有其他的办法 鉴于形势越来越严峻 上校下了死命令 谁要是敢下火车格杀无论 列车到达纽伦堡之后 有关方面终于向乘客们说了实话 说有一种极度危险的病菌正在列车上扩散 谁敢下车就毙了谁 一只带着防毒面具和强实弹的医疗队很快上了车了 列车随即被密封了起来 张大爷因为害怕回过来 因此打算偷偷的留下车 但他的行踪很快就被人给发现了 老爷子挨了一枪之后又被人强行动上了车 一些被感染的乘客开始陆续死去了 然后被装箱抬下了车 当张大爷发现列车将经过卡桑德拉大桥之后 脸上露出了恐惧之色 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去 由于列车被密封 防疫人员开始给列车输动氧气 罗大姐通过向列车员了解 得知卡桑德拉大桥自打1948年以后就不通车了 住在桥附近的居民觉得这座桥早晚的塌 因此全都搬走了 上校从波兰政府那边得到的数据 说卡桑德拉大桥很有可能承受不了火车的重量 但上级领导为了防止病菌扩散 警告上校不要胡说八道 让火车继续向波兰行驶 现在我们来说说那位被包养的小白脸 这哥们不仅是个登山运动员 而且还是个毒贩 他跟军火商的老婆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自己贩毒 而那位伪装成神父的国际刑警辛普森登上这列火车的目的 就是为了抓捕小白脸 罗大姐向张大爷打听卡桑德拉大桥的情况 张大爷虽然没有直说 但话里话外那意思 火车自要是敢经过那座桥百分百会掉下去 医生金发姐经过观察 发现军火商老婆的那条宠物狗居然起死回生了 罗大姐把卡桑德拉大桥的事告诉了张布伦 张布伦向上校打听情况 上校虽然拍着胸脯保证桥没有问题 但张布伦还是听出了上校的心虚 为了防止毒贩小白脸逃跑 国际刑警辛普森准备先把小白脸给控制住 他来到车厢刚准备动手 没想到被对方给揍晕了 小白脸拿着辛普森的枪 压着军火商的老婆来到了列车的控制室 强烈要求火车停下来 而且还把通讯用的设备给打坏 眼瞅着火药窝越来越浓 大意凛然的张布伦一声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一身正气把小白脸给震慑住了 那条大耳朵的八极度终于康复了 医生金发解发现是氧气杀死了非属于的病菌 他希望能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列车上乘客 但发现已经联系不上了 由于列车上提供了氧气 因此那些感染了病菌的乘客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医生张布伦认为 病人基本上都恢复了 也就没有必要再强往波兰隔离了 更没有必要冒险经过那座年久失修的卡藏德拉大桥 但无论他怎么说 车上的那些警卫因为怕担责任始终没有同意 由于通讯设备被小白脸给打坏了 也没法跟上药联系 最后大家伙一商量决定武装夺取火车的控制权 在国际刑警辛普森的协助下 张布伦医生等人很快就抢了两把枪 接下来是一场枪战 为了占领车头 登山运动员出身的小白脸企图从外面爬过去 但遗憾的是被敌人给发现了 小白脸一声惨叫壮雷牺牲 为了减少伤亡 张布伦医生准备利用厨房的煤气罐 扎开车厢的地板 打开前面车厢和后面车厢的连接 负责点火的是生无可怜的张奶 眼瞅着列车驶向卡桑达拉大桥 张布伦医生及时断开了连接 虽然前面几节车厢掉了下去 但坐在后面车厢的乘客保住了命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糖尸压压惊的 疫情来了别乱套 做好防护很重要 统一行动听指挥 发现问题快上报